2024年即將到來 羅東跨年晚會也是眾所期待的 今年演出陣容相當龐大 包括由歌壇的天后白鞍來領銜 實力歌手魏如雲 並有電音女王DJ來做開場 同時今天的記者會上 也請來未來女團TOH來炒熱氣氛 我們2024的羅東鎮的跨年晚會 在12月31的晚上8點 我們正式要開幕了 那天晚上有非常棒的一個卡詩 除了我們的主持人阿國跟懶男以外 還有很多很知名的團體跟我們的歌手 歡迎大家來到羅東鎮的公所 公所前面的中山公園 參加我們這個跨年晚會 那當天晚上的這個音響 是世界級的這個音響 那我相信會給各位 有一個很棒的一個視覺的一個享受 羅東跨年倒數去年首次 結合了24樓高的羅東春雀酒店的 300秒高空煙火秀被受到矚目 而今年延續去年的熱潮 飯店再加碼送出10張的餐券 還有30張頂樓的酒吧券 讓民眾感受到濃濃的新年氣氛 所以呢在當天晚上跨年的同時 除了羅東鎮公所頂樓的這個煙火 這個小事一下以外呢 在這個春雀飯店的頂樓也是有這個300秒的這個煙火的 這樣的一個表演 那今年還配合正公所加碼30張的酒吧券 跟10張的早午餐券 公所這邊提供抽獎 另外我們今年的跨年的住宿已經客滿了 希望明年10月起開始訂房 一樣明年一樣可能還會加碼 請國際團隊來加碼放煙火的部分 也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 國際級的音響還有超強的卡斯 璀璨的煙火 將帶給大家不同的感官體驗 鎮長五秋林也表示 邀請全國的民眾來到羅東跨年 一起倒數迎接2024的到來 一蘭一新聞記者南下文財報報導 好 謝謝